所以你知道的第一个 第一个的韩式是 Related 好 它其实在以色奥里面叫 VLOOKUP 请问以色奥的VLOOKUP会不会用 会用以色奥VLOOKUP 举一下手让我们知道一下好不好 所以你大概就把它想象成 Related就好了 真的只有三个人会啊 好 不过你在Power BI里面 你们会学得更快 好 那三位同学 那我们现在来观看一下 我在这边新增一张资料表 新增一张视觉画图表 然后我想要去计算真实的利润 真实的利润 好 那怎么算真实的利润呢 首先 首先我要知道 我要知道说 我这里面订单 是不是有一个订单ID 然后这个订单ID 在订单里面 是不是也有订单ID 它有没有出现 如果 如果这里面 它这个订单ID 有出现 我就希望说在最后面 我就告诉它 它是退回的订单 可以吗 我只是 我代表说 我这每一个我都要去算 就是说 这个 这个订单ID 最右边 我要放置的就是 它是不是退回 因为 这张资料表 没有退回 就因为它没有退回 所以我们不能计算 退回这件事 那如果你今天你要用函数 函式的方式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刚刚已经教你一个最简单 可能你会做三秒钟到五秒钟 应该就做完 产生真实利润 可是如果说 你今天想要用函数来计算 那么在这个地方 你就要先思考到说 这张资料表 因为没有退回 所以我就必须要先把 那个退回的记录 加在这张资料表里面 所以怎么加呢 我是不是就要去判断说 这个订单ID 有没有在退回里面出现 这个退货里面 要是有出现这个订单ID 我就回传是 如果没有出现 我就 我就写呈现空白 好 那怎么做到这件事情 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呢 所以我就在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们透过写函式的方式 来去带出来 所以滑鼠右键点它 点订单里面 任何一个栏位名称都可以 再呈现给你看 这个订单里面 任何一个栏位 滑鼠右键点它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新增量子跟新增资料 好 那这两个 你一定要搞懂 保证 如果在座可能会到时候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同学 随便问你一个问题 你还是会搞混 就是不知道该用 新增量子 还是新增资料 好 其实这边很简单划分 当你今天要算出一个答案 一个答案你知道吗 例如说总计 请问是不是一个值 总计嘛 请问平均是不是也是一个值 这个时候用新增量子 记得住 如果不是要算一个值 就是算整行都要计算 这个时候我们就用新增资料行 这是不是有很明显的差别 一个只算一个值 一个算很多很多 整行都要算 好 请问你 排名次 你现在要算排名次 你要用新增量子来算 还是新增资料行 新增资料行 对不对 请问是不是每一个人 都要排一个名次出来 当然啦 这样可以了解 好 我想要算 这个订单日期 发生在星期几 请问 这个我要算出来 它是星期几 这个是不是要用新增资料行 对吧 这边有那么多的订单日期 你是不是每一个都要算出来 它发生在星期几 对不对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大概知道一下 新增资料行 跟新增量子 是有差别的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因为要算出一整行 我要比对一整行 每一个订单 我都要比对 它是不是退回 所以我要用 新增资料行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请注意 请注意 我把前面资料 行这三个字 删掉 我就叫做 退货 退货 可以吗 我知道字很小 可是前面还有位置 前面 前面这位置 放一个包包 它更期待你的参与 可以 因为我跟你讲 写函事 写函事 你要看清楚 打错一个符号 你可能就出不来了 不要让我帮你去检查 好不好 请你等一下 你可以到前面拍照 然后自己来去比对 好 请问一下 退货 退货 它到底是 这一个订单 到底是不是退货吗 好 所以我要用 这个函事 related 不是Vlookup 是related 点选related 那怎么点 有人就会用滑鼠 这边快速点两下 我呢 我会用 上下方向键 找到之后 tab键 因为我不是在 使用键盘吗 所以尽可能都在 使用键盘 不要一下键盘 然后一下又抓滑鼠 这样使用电脑 都觉得好像 不是很流畅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 请你看 这边只有三个 这边只有三个 一二三 你觉得要放哪一个 这边是不是只有三个 一个叫退货 一个叫退货订单 一个叫退货 退货 所以要放哪一个 这边是不是只剩下三个 一个是退货 一个是退货订单 一个叫退货 要放哪一个 我邮标都已经放在那边 你都不回答我 当然是退货啊 退货 好 那我必须要告诉你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 related column name 有看到吗 column name 里面就只要放一个 参数 那为什么这边只剩下三个 你看哦 我刚刚是不是建立一个 关联 两张资料表 是不是建立关联 现在这张资料表 它能够 能够关联到的 是不是另外一张资料表 那另外一张资料表 跟两个栏 是不是都在这个地方了 也就是你只能选择这三个 其中一个 而且我们不会有人选资料表 都会选栏位 栏位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relate 就是relate 对不对 relationship 为什么要变成过去式 relate 为什么要加d 你要是没有做过 你要是之前没有做过关联 对不起 你就不能使用它 那我们刚刚已经做过关联了 好 所以点选 点选这个退货退回 代表键 又挂鼓 enter 你看 你这边这个资料行就变成 这是不是空白 这是不是式 这代表说 这一笔订单被退回 请问会不会写 好 只要你写得出来 接下来下一步 就很容易做了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现在来看一下 如何去画出来 刚刚那个真实利润 真实利润 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有了退货的记录了 这张资料表已经有退货的记录 所以如何把真实利润给呈现出来呢 好 所以回到这个报表这边 回到报表这边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去做真实利润 真实利润 这个真实利润呢 等一下大家回去跟刚刚那个地方来做比较 好 首先这个真实利润 真实利润 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 是不是要选择 我们一样用直条图来呈现好了 所以一样是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 然后接下来 这个订单日期里面 我们是不是有利润 利润 利润在上面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 这个是各期的一个利润 我想这跟之前画法通通一模一样 这边是不是画出来0.38 2013年0.38个百万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这里面 这里面 这个数字 这个0.38个百万 它是怎么产生出来的 也就是说 假如说今天 假如说今天呢 我要真正的去计算 计算什么 这个成长 这个成长 记得吗 这个成长是多少 分析里面 分析 这边 找出 说明星 增加的 它这边是不是9.97 对不对 可是这个9.97 它是 包含了一些退货 对吧 所以我们是不是 应该要 应该要把真实的 去算出来 好 那真实是多少 所以我们是不是又用 刚刚这个方式来去算 刚刚这个交叉分析筛选器 然后把这边 我们刚刚是不是自己做出来的 退回 刚刚这里面订单 是不是有一个叫退货 退货 所以我们是不是勾选 空白 我们是不是看到这些数值 好 我以下呢 我以下就要分别教你们如何算出来 然后你看哦 这样子滑鼠右键点分析里面 说明增加的情形 它就不是9点多了 它是11.04 有看到哦 这个才是真实的利润 真实成长的利润 可以吗 刚刚是9点多 现在就不是9点多 可是我现在要一一教你们 如何去算出来这几个数值 所以我先把这个 先把这几个 这叫做项目 把这个项目字稍微放大一点 好 请问一下哦 你在这个地方 你是不是想要算出来说 这个2015年 2015年 它的真实的利润 2016年真实的利润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把2016年真实利润减2015年真实利润 被2015年来的真实利润来除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得到刚刚这个11点多percent 可以了解哦 我们只是为了要算这个简单的数字 但是我要告诉你 怎么算 好 所以首先首先首先我们是不是要先算出来2015年的真实利润 可以吗 请问一下哦 这个数学是应该很容易懂的 2015年 为了留下记录 所以我用记事本来呈现 请问一下哦 我现在是不是想要去算这个2015到2016年 它成长 它增加的比例 对不对 好 那怎么算 我现在用那个数学函式来全部告诉你们 他就是要这样算 所以这一段会比较辛苦一点 首先 他的计算方式就是2016年利润成长率怎么算 是不是用2016年 利润 利润 总和减去2015年利润 被谁来除 分母要放2015还是2016年的利润 分母要放谁 分母要放2015年利润 可以吗 我们是不是就算出来它的利润成长率了 这个公式没有问题哦 但是每一个值 你都要自己去算出来 好 所以我现在先教你怎么算2016年的利润 然后再算出2015年利润 然后接下来再算这个利润成长率 好 2016年的利润 请问一下 如果我要算2016年的利润 是算是算一个值还是一行值 一个值 2016年的利润当然只有一个数值啊 2016年总利润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滑鼠右键 新增量值 好 点选这个新增量值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请改一下 把量值改成什么 2016年利润 总和利润 总利润 2016年 2016年利润 怎么算 我们要用一个很特殊的函数 叫做Calculate 这个叫智慧函数 智慧函数 那智慧 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函数就是智慧 先预告一下哦 下周教的会比今天容易 今天教的是 这一段教的是最困难的 可是这不教 你想嘛 大数据分析 需不需要写一些数据函数进去 来去做观察 当然需要啊 好 今天叫这个叫DAX函数 是很重要的 好 当然你要是完全听不懂 没关系 你就用刚刚我最早教的那个方式 那是最容易算的 但是你能算你的东西就很有限了 好 2016年利润 我们要用CA 我们要用Calculate Calculate不是计算器吗 计算机 对不对 Calculate 它叫做智慧函数 它在这边我们叫智慧函数 然后CAP件 智慧函数里面 它放的第一个叫运算式 第二个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逗号 它可以放筛选一 筛选条件 甚至后面是不是有看到点点点 你还可以放筛选条件2 筛选条件3 举例来说 请问我现在 我现在是不是要去算2016年总利润 对不对 请问你运算式是什么 就这几个字而已 2016年总利润 请问运算式是什么 我已经告诉你答案了 答案就在题目里面 请问2016年总利润 请问运算式是什么 完了 你们不懂什么叫运算式 我们从国小的数学都白学了 我是说真的 就是我们很会 你们大学人考数学一定考的还不错吧 不然不会来这边 可是数学就是在做运算式啊 所以请问你 2016年总利润 是不是利润的总和 利润的总和 是不是就是运算式 你是不是要把每一个利润加起来 这就是运算式 有听懂吗 只是我觉得他在这边的这样子的表达方式 不是让人很容易懂 好 因为如果说你这边你写说那个 例如说我现在要做加总 你可能就会联想起来了 好 条件式是什么 筛选一 就是设一个条件 请问条件是什么 2016年总利润 总利润是运算式 那条件式是什么 2016年总利润是运算 总利润这三个字是运算式 那剩下来什么东西 那就是条件式啦 对吧 对哦 听懂吗 请你一定要懂 所有电脑的考试题目 很多都是答案就在题目里面 我现在是不是要算2016年总利润 那2016年就是条件式啊 就是筛选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请问你 运算式我是不是要把利润整个加起来 加起来的函数是什么 Sung对不对 应该没有问题吧 又不是教你B-Luke 好 所以S-U-M 选到这个S-U-M Tab 键 会不会选利润 利润是不是在 第一个 第一个 订单的利润 然后Tab 键 记得很多同学会忘记 这个又刮糊 又刮糊 逗号 当我打完逗号之后呢 我的运算式算完了 接下来是不是要设条件式 请问你 条件式我刚刚说是什么 2016年 那也就是说 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订单日期 我们这个 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这个订单日期 我要取出来年 然后如果说它是 你知道什么叫做条件吗 符合的条件 那就是要设它等于2016 这就是设定条件 大家了解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怎么样去做出来 这个订单日期是 年 所以就用Y1 Tab 键 里面是不是要放订单日期 用我的计算全部都是以订单日期来算 所以用日期 请问怎么找出来日期 现在比较特殊一点 你要输入一个一撇 输入这一撇之后 你再去找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 然后Tab 键 又刮胡 就是我这边要找Y1 Tab 键胡 订单日期的 它是等于2016 这就是我的筛选1 请问如果说 如果说你今天想要去算 我要知道说 2016年而且是3月的 那你就在这后面就在做那个筛选二 筛选二就放什么 Monts刮户里面放订单日期 然后等于三 这样同意吗 就是一层一层你可以切片去切 因为通常我们在做那个数据比对分析的时候 我们有可能去做这一周跟上一周的比对 对不对 或者是某一段的 例如说好了 我打折扣 折扣是从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 这一段期间你要把它捞出来去做计算 你就要用它了 好没问题吧 然后这边放一个右刮壶 你看这个右刮壶是不是对称到这边 Calculate 然后Enter 好我们现在用卡片 用卡片来去计算一下 用卡片来去呈现 卡片在这个地方 请放2016年利润 是不是这个数字 我们现在算出来是不是 684.99 对不对 可是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这个684.99 684.99 是2016年的利润 但是是假的利润 对吧 所以我们要再把它做成真实利润 怎么做 我们就在那个刚刚Calculate 那个函式里面 再加一个条件 加什么 退货 是空白的 有听懂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这个刚刚刚用的函式请你点一下 点一下 然后请在这个地方 2016这个后面 加一个逗号 因为他是不是可以放第二个条件 第三个条件 好 这时候我要再放一个条件咯 好 放什么条件 退货的内容 是空白 那可不可以放退货的内容 不是 是 有听懂吗 那个里面不是有是 或者是空白吗 好 所以怎么样取出退货 在这个资料表里面哦 所以怎么取 就用一撇 取出来这个退货 退货 TAP件 请问会不会写 不是 是 或者是 等于 空白 我先教你 等于空白怎么写 等于 空白 等于没问题吧 对不对 空白就是 两撇 两撇 中间没有任何东西 这是第一种写法 那可不可以写 不是 是 不是 4是小于大于 那 既然你要写4的话 记得前后要加两撇 反正两种方式随便你写 好了 然后接下来点一下 Enter键 算出来是不是584 个千 好 我为了要证明 所以你看哦 在这边我们是不是要勾选 这个空白 我们是不是要勾选 退货里面的空白 这边算出来是不是0.58 个百万 就是这个数字了 可以了解吗 我只能这样告诉你哦 这是我们在学习写韩式 我觉得啦 我觉得 那个 比较 基本应该要先懂的 好 不过 2016年你会写 你就会写2015年了 只有改几个数字 好 所以我现在带你们再做一次 再做一次 好 我建议是 不要用那个 不要用复制 而是自己再重新打 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做2015年的利润 所以 用新增量子 还是新增资料行 新增量子 因为2015年的利润就只有一个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点准新增量子 点完新增量子之后呢 然后 然后请把这个前面那个量值 删掉 改成 2015年利润 2015年利润 等于什么呢 等于 Calculate 好 输入 CA 然后最好是用Tab键哦 运算式 运算式是不是就是那个总利润 我是不是把那个 利润先全部加出来 所以 SU 找到 SUM 然后接下来 利润是什么呢 利润在 第一个 订单里面利润 Tab键 又刮胡 不要忘记这个 又刮胡 逗号 所以 运算式 算完了 算完之后 我现在是不是要呈现 呈现什么 筛选一 筛选一就是要放什么 年是2015 对不对 因为 因为只有这个适合做筛选啊 好 所以 Y1 好 找到Y1AR 所以用Tab键就直接放上去 日期 日期 怎么叫出来日期呢 请用Y1 用Y1 你看这个 订单用Y1来呼叫 好 这个符号要请你们知道一下 在Enter的隔壁 所以输入这Y1 有看到吗 201 201 好 我要找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 Tab键 然后 又刮胡 等于多少 等于2015 所以这是条件一 就是 Y1 Y1要找到订单日期 是等于2015 这是筛选条件一 那筛选条件二 放的是什么呢 好 那就要放那个 这个筛选二 要放的就是 它是真实的利润 那既然是真实的利润 就是退回 是空白 好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用 一撇来去呼叫 退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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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键 不是 是 就它的记录内容 不是 是 因为里面那个退货 要是显示是的话 代表这笔订单ID 是被退货的 所以我现在要 不是 就是那个内容 不是 是 那不是是的 其实就变成空白了 好 又刮胡 这就是2015年的一个真实利润的计算 Enter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就用卡片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就点卡片 然后呈现2015年利润 有看到 这个算出来是不是 0.53格百万 来看这个成长率怎么算 快算完了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利润怎么算 利润怎么算 好 首先 首先 这个成长率 就是2015 成长到2016 这边成长率 成长率 好 然后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们 怎么算呢 所以 要算出来这个成长率 是不是一样用滑鼠右键 而且它的成长率 是不是只有 只有 一个值 所以用新增量值 新增量值 来去做计算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算出 2016年 成长率 利润成长 对不对 2016年 利润 成长 所以 当你今天要去算 2016年 利润成长率 你就应该要跟2015年 来做比较 所以 刮胡 刮胡 我是不是要先放什么 放 2016年 在这里 2016年的利润 所以 一撇 去呼叫 2016年利润 这边只剩两个了 这边只剩两个 就刚刚你算的 那两个 好 TAP键 减去什么 2015年的利润 所以一撇 呼叫 呼叫 是不是只剩下一个 叫做 2015年利润 然后 又刮胡 不要忘记了 被谁来除 2015年 来除 所以 2015年的利润 所以用一撇 2015年利润 TAP键 Enter 这样子的话 你是不是就可以得到一个 2016年的一个利润成长率 空白键这边点一下 然后 然后 接下来 接下来点选什么 卡片 卡片 然后 请勾 这个 2016年利润成长率 建议是把它改成 因为是绿 绿的话 不要只用小数点呈现 最好是用百分比 所以呢 点选它 点选这一个 2016年利润成长率 在 模型 模型 可以把它改成用 百分比 小数位数几位呢 建议 例如说 可以改成 一位 好 那你看一下 这样子算完之后呢 这样算完之后 我们来去看一下 刚刚这个地方 2015年的利润 2016年的利润 我是不是可以点它 来去看分析 说明增加的情形 它这边是不是告诉我 这边是不是11.0% 有看到 11.0% 是不是跟这个数字 是一模一样的 算这些东西 只是 在 有点像介绍 以上 储存格 如何运算 我现在跟你说是真的 还没有讲到更复杂 可是 在这个地方 你先懂了一个 叫智慧函数 这块函数 它的最棒的地方是 它可以有筛选条件一 筛选条件二 筛选条件三 依此类团 你们要是想要看上个礼拜五 我讲的内容呢 好 请到这个地方 先到YouTube 到YouTube 到YouTube之后呢 麻烦请你搜寻 搜寻什么 我的姓名 然后再打课程 我这个课程 速读两个字 是因为说 有一定我看到速读 我也会玩这个游戏 我就觉得 它还蛮好玩 蛮不错的 我就觉得说 其实大数据分析 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玩游戏 所以我就叫 速读 大数据 分析 然后在这个地方 可以找到010203 就是我觉得 我把它刻意化分成 一段 一段一段 虽然是有三个小时 所以我会刻意的 把它分成三段 来去讲解 好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 你看像例如说 第一段 我还刻意好像把 就是 扶导老师 就是 承接的老师的 那个声音 刻意把它录在这边 哦 抱歉 那个 我 我没有录到那一段 这就是那天我们上课的内容 而且 我还把那个中间 如果有同学咳嗽声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 我刻意会把 他如果咳嗽 我讲一句话 他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咳嗽 我会刻意再把这一句话 又再重塑一次 然后我就把 刚刚那个 有咳嗽那一段 把它剪掉 这样可以了解 好 那 如果可以的话 记得 记得 帮我宣传一下 只要在这边点一个 赞 可以吗 好了 反正你要等到明天 我就会把今天上的内容放上去 因为我知道那个字太小了 太小了 你不是打不出来 是因为实在太远 你要打字 然后抬头 打字 你可能真的会就跟不上 好 不过我刚刚介绍的内容呢 我希望说你们大概知道一件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说 当我今天 当我今天呢 我 当我今天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 这些数字 其实我根本就取不出来 就是假设 假设他这边他算得出来 我是取不出来的 我曾经试着 很想努力的把这个数字取出来 我根本就取不出来这个数字 所以呢 我就只好自己算 自己知道怎么算 自己可以去控制他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好 那接下来呢 我想跟你们继续来分享 稍微简单一点的东西 你看一下 我们刚大概围绕在 就是从一个资料表到两张资料表 这个两张资料表之间的关系 关联把它建立好之后 我是不是就可以做这些 这些 例如说运算 好 那有了这些观念之后呢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可能还要知道 还要知道什么事情 当我今天我有两张资料表 你一定要先设好关联 对不对 所以我们再拿一个范例来跟你分享一下 因为我现在我想分享的是 两个单位做出来的资料 两个单位 一个是卫福部的资料 一个是人口统计 是内政部的资料 好 这两个开放资料 然后如何去做资料分析 这是我现在要跟你讲 所以先把这个范例先储存起来 然后接下来 麻烦请你们到这个网址 请你们到这个网址 然后麻烦请你们到这个地方好吧 大数据分析应用基础翻 基础翻的范例下载 请到这个翻 我到时候再把我那两个范例搬过去 这边有个大数据分析应用基础翻 范例下载 好 请把第一个是什么 登革热的资料 什么第二组登革热 1998年起 这个资料下载下来 就点一下这个下载 还有一个是什么 台湾各区人口数 请你下载下来 好 两个档案 麻烦请你们完成下载 一个是登革热资料 一个是人口数的资料 好 那下载好之后 它都放在 都放在下载那里面 所以呢 我现在我要重新开 Excel 重新开Power BI了 好 快速点两下 桌面上的 Power BI 然后接下来呢 我是不是要用 取得资料的方式 把那两个档案 取得进来 好 这个画面我就先跳过了 所以第一件事情 是不是取得资料 所以点选取得资料 从网络上抓下来的档案 几乎都是CSB的资料 所以请点这个 取得资料里面的文字 CSB 然后接下来在下载里面 下载里面 你有没有发现 这里有很多 这里有很多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要选择的是 这个第二组登革热 1998年起 每日确定病例统计 真的是从1998年开始 好 他收案一直到现在 到今天 好 所以麻烦请点他 整整20年的资料 然后接下来请问一下 你这里面 你这里面 你去下载 卫福部的资料 你看到乱码 对不对 你看到乱码之后呢 你应该会 会思考一件事情说 可能这边是编码的差异性 什么叫编码差异性 我们 我们的本机 是 是用大五码 可是从网络上下载下来的 档案格式 它是UTF-8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档案原点 我们叫编码模式会比较好 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 大陆人士 他们要把这个编码模式叫做档案原点 可以了解 好 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内容 这个 这个叫Big File 请把它修改 所以点选这个往下的三角形 请选 好 选择 选择成UTF-8 在什么地方 这里 这里 unicode UTF-8 然后接下来这边就都变成正常了 然后点选什么 展入 点选展入 这是第一个档案 那我是不是还有一个档案 叫人口统计 是不是要把它载入进来 对不对 好 来我们先把这个第二组登格任 现在看到应该一切都正常 一切都正常 对不对 好 先 先把它缩小 我们再取得资料 取得什么资料呢 在这个地方 因为人口统计资料也是CSV 所以 CSV就是文字党 你们知道吗 好 只是这个C 所指的C是 用逗号 这个CSV是用逗号来去做分格的version 的档案格式 C,separate version CSV 用逗号来分格的格式 好 点选它之后 我们是不是要去选台湾各区人口数 台湾各区人口数 可以哦 点选 开启 这个档案呢 你这样看起来 它自动会帮我们找到 它是unicode 所以是一切正常 好我想这应该没有问题 所以请点它 然后点展入 因为它没有乱码 可是我还是要特别提醒你 你有没有发现这边叫做column1 column2 column3 column4 column5 问题点又来了 为什么 因为你看哦 这个第一列的记录 它觉得全部都是文字 对不对 这本来就是文字 第二列全部都是文字 没错啊 这两列都是文字啊 所以它就认为这个资料 全部都是文字 所以你看第三列的资料 尽管它是阿拉伯数字106 它是不是也是靠左对齐了 这个551480 是不是也是数字 它也靠左对齐了 什么东西会靠左对齐 文字 好 所以它认为 所有通通都是文字 什么时候会发生这种事 只有记录 好 那我现在我就直接点 载入咯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先修改这个台湾各区人口数 这件事情 因为两张资料表你一定要先想办法关联在一起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怎么样把它关联在一起 首先要先解决台湾各区人口数这件事 然后接下来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台湾各区人口数里面呢 怎么样去做资料的编辑 常用编辑查询 编辑查询 好 当我点选 当我点选这个编辑查询 我要查询的是台湾各区人口数 台湾各区人口数里面 我们第一列我就不再解释了 因为那个观念你们应该懂 所以我是不是要把第一列的记录改成变成标题 所以在这个地方点选什么 点选左上角这个控制钮 你不要用这一个 因为我要告诉你 上面这个部分即将都会消失掉 像那个Excel WordExcel Office 2016 它上面已经可以控制 完全不呈现了 好 点选 点选这个控制钮里面 选使用第一个资料列作为标题 现在是不是把英文全部都变成什么 标题 对不对 这些英文 Statistic-YYY 好 那你喜欢英文做标题 还是中文 不管你喜不喜欢 我现在一定要再做一次 为什么 不然下面这些 你看嘛 年底人口数底下这些都是数字 结果它还是靠走对齐啊 所以我必须要把英文标题给删掉 怎么删掉 就是使用 继续再做一次 使用第一个资料列作为标题 请问 你看这边是不是就变正常了 这边数字也变正常了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这个年底人口数 这边前面是不是有红色 这边是不是有红色 红色代表错误 红色代表错误 然后这边其他的颜色代表说 这边都正常 然后这全部都是正常的 看到吗 好 还有黑色 还有黑色 好 不管怎么样 只要有看到红色 你是不是应该要去看这个资料 所以你是不是会点这个红色 你怎么点它都没有反应 可是你请问这个时候 这个红色在哪里 是不是我们关切的 因为当你今天你资料里面 还有不正确 不正常的资料 是不是不应该直接去做分析 所以这个地方呢 请找 请找出这个红色 这个红色在哪里 我是不是可以用卷轴往下去找 好了 我告诉你 就在最下面 会不会到最下面 就是这个卷轴 一直往下一直往下 一直到最最最下面 到最下面之后呢 我们来去看一下 所以台湾有多少个行政区 好在这边 总共370个行政区 然后如果你扣掉东沙群岛跟南沙群岛 还有368个行政区域 好那请问一下 这两个资料 它这边呈现是不是 A-ROR 因为当年在做那个年底人口数普查的时候 它没有去东沙群岛普查人口 所以在这个地方 因为你不知道 不知道那个人口数 所以是不是就放一个什么 可以放0吗 可以放5吗 可以放去年的值吗 都不行吧 对不对 它就放了一个 代表它没有去算 可是当我们今天把这一栏定义为数值 它就去看那个第一笔 第一个记录内容 它是数值 它就把整栏视为数值 所以这边它是不是自动把那个非数值的视为是A-ROR 可以吗 你觉得这功能好不好 我通常跟那个念资讯 跟念资料处理的人 或念资功能 他会觉得很不错 然后在这个地方 不晓得为什么 就是有些 有些医生啊 护士 他会觉得这个功能很不好 很不人性化 我们现在是希望电脑自动帮我们去判断 它是不是自动判断出来 它都是数字 它都是数字 可是这两个不是数字 不是数字 它就把它自动转换变成A-ROR 可是他们会希望说 那不是数字 你DASH就是DASH啊 你为什么一定要把它变成一个叫A-ROR的东西 那我就跟他解释说 这边大家都是数字 而且他定义这一点是数字 可是你这里面如果出现A 那就代表不是数字啊 不是数字是不是就错误 所以他就自动转换变成A-ROR 他就很坚持 不行啊 你这边是A 就是A啊 那数字里面有没有A 就没有A嘛 你们可以接受吗 应该可以接受 那如果这 他定义成文字 里面放的是 123 这个123一定会跑到左边来 因为这个123是文字 可以了解哦 大概听得到 那如果说这个地方出现123 他绝对不会把它变成叫A-ROR 他以为他就是文字 好 所以我希望你们知道 就是电脑在自动判断的时候呢 针对数字 既然你的第一个资料 记录内容是数字 那么就请你不要随便的去输入一个 那个会计里面 那个0啊 他不喜欢打0 他就打一个横线 是有这样子的设计嘛 可是建议你们知道就好了 那我们在做资料处理的时候呢 在做资料处理的时候 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个A-ROR 这个A-ROR 它是什么意思就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 请问一下 这两列资料 我们是不是要删掉 对不对 这两列资料是不是删掉 因为没有人数啊 没有人数 好 请问你 这一列要不要删掉 371列要不要删掉 要 那通常有时候 我们会在那个表格下面说备注 就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要不要都删掉 要 对不对 好 所以总共要删掉几列 七列 是不是 七列 好 请问你 怎么找 怎么找那个删除 删除 那个尾巴 删除底端 的资料 所以 所以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控制扭 这里面找 所以用什么功能 用什么功能 移除 底端 资料列 移除底端 资料列 然后麻烦 请输入 然后确定 你看一下 刚刚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绿色红色 现在都没有了 这样子 这就是很重要的资料清理 资料清理非常重要 一定要请你们 如果 如果 我是这样告诉你 当以后有人跟你讲 资料分析 要花多少钱 资料清理 就是要花多少钱 这是合理的 这是合理的 可是我真的不骗你 你的主管说 你就打开以下 把它删掉就好了 听得懂 你一定会遇到 这样子的老板 是因为他不太理解 他会认为说 你就打开以下 把那个不对的资料 把它删掉就好了 事情不是这么简单 我们是为了要一系列的工作 一系列的工作知道吗 就自动的工作 自动工作 好 那接下来我们这边做完之后 如果你要回到上一个步骤 你就可以在这边套用的步骤 这边把它给删除 这边有删除 好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点选 关闭并套用 关闭 关闭什么 关闭Power Query 套用到Power BI 所以点选 关闭并套用 然后接下来你去看 这个台湾各区人口数 是不是都变正常了 好 然后这里面 这里面 这里面资料都变正常了 来看一下这个第二组资料 好 不过我现在要请你看一下 请问一下这个区域别 台湾各区人口数的区域别 你有看到新北市吗 你可不可以拉下来一点点 你可不可以拉下来一点点 有没有看到台北市 请注意台北市松山区的台 是大写的台 可以吗 好 这是内政部 内政部 内政部这边 他所呈现的区域别 他用大写的台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 卫福部 公布的这个 这个登革热的资料 他这里面是不是有居住县市 居住县市 这个居住县市 他跟居住厢镇是分开来的 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 请问这个分开来 跟刚刚那边 内政部的人口资料的区域别 能够关联在一起吗 当然不行 关联在一起 我们就要想办法 让他可以关联在一起 方式的话 你就必须要看是 把两个这个居住县市 居住厢镇合并在一起 还是要把内政部那边的区域别 拆分成两块 对不对 好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来去看 把这个资料拉到 大概三分之二的地方 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卫福部的台 是小写的台 内政部的台 他用大写的台 这有跟政治有关系吗 完全无关 听得懂吗 我不是要讲政治 我也不太喜欢讲政治 真的无骗你 连到那个坐计程车 硬是要跟我讲什么 什么什么 讲一大堆 讲到最后 讲到最后 那天我去高雄 真的是 他跟我讲说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要去那个地方 二十年前 是一大块墓地 实在很讨厌这种人的 还有晚上 真的睡得很不好 真的 真的 这边不管是用大写台 或小写台 我们要知道 我们到底应该要用 大写还是小写 这比较重要 好 请问一下 卫福部这边 是不是用小写的台 内政部用大写的台 那你到底要听 卫福部的 还是内政部的 好 我们在做这些 真的没有随便这件事 只有答案就只有一个 不然真的会到时候乱套了 可以吗 所以我们要用大写的台 还是小写的台 要把这个道理给听懂 好 请问一下 哪边是唯一 我就服从那个原则 因为唯一性太重要了 你去看一下 这边这个居住县市的台 是不是会出现 台湾台南市 会出现一堆 一堆的台南市在这边 可是你去看一下 当我今天看这个区域别 这个台北市松山区 请问 这个台北市松山区会出现几次 一次 对不对 这边台北市松山区 它的年底人口数是多少 它的土地面积是多少 人口密度是多少 是不是只会出现一次 对哦 只会出现一次的 我们就是要遵从它 它用什么 我们就用什么 太重要了 这件事情太重要 因为唯一性 唯一性 如果不小心被破坏 到时候就会变成多对多的关联 它就不让我去做 因为我们是不是要做 一对一或一对多 或一对多对一的关联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尊重 一 只会出现一次的 请问一下 台北市信义区 在这里面 这张资料表会出现几次 一次 这些名称都只会出现一次 好 那所以我们要用大写的台 还是小写的台 还是随便 要用大写的台 可以吗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大写的台 大写的台 好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怎么做 首先我们要修改 这里面的资料了 这个居住县市 居住县市 我们是不是里面有 居住县市 是不是里面有那个 台北市 台中市 台南市 以及台东县 所以我要一口气 直接改掉 怎么做到这件事情 当我今天我要把台北 台北市改成 台北市 台中市 改成什么 台 台中市 我要改成台中市 台南市 我要改成台南市 大写的台的台南市 台东县 台东县 我要改成 大写的台东县 有没有听过台西乡 有吧 那那个台西乡的台 你觉得 内政部会用 大写的台 还是小写的台 当然是大写啊 听得懂吗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好了 不管怎么样 这个公式要怎么写 这个公式要怎么写 所以这个叫居住县市 然后我就会用一个if来去写 写什么呢 如果 如果 这个居住县市 取出第一个字 左边的第一个字 好 所以left 居住县市 如果这个居住县市 取出第一个字 它是 大写的 它是小写的台 这个时候我就要用 大写的台 接 接什么 接 把它接起来 接这个居住县市 右边数过来两个字 所以就要用 right 居住县市 右边取出两个字 右边取出两个字之后 这样是不是就结束了 那 不是 例如说高雄县 高雄县 左边取出第一个字 是不是高 高等不等于台 不等于吗 不等于我们就直接放居住县市 右瓜湖 请问这样有没有问题 这是我等一下要撰写的策略 我一口气就把四个 四个 城市的名称一起改掉 好 所以我要带你们去做这件事了 看得懂吗 用义符来去判断 所以这是条件四 什么叫条件四 要用六个 六个符号 其中一个运算符号 比较符号 也就是大于 小于 大于等于 小于等于 不等于 跟等于 这六个符号来去做 那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这边条件 判断完必中 这就是成立 最后是不成立 好 那我们接下来来去观看一下 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 在 在那个 Power BI里面做这件事 所以 请问是不是 这里面 这个 登革热的资料 小写的台 我要改成大写的台 所以在这个里面 滑鼠右键 用新增量子 还是新增资料行 新增资料行 因为每一个居住县市 我是不是都要判断 好 然后点选 新增资料行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是判断 那个新增 居住县市 二 居住县市 里面 什么 好 用 if 来去判断 太可见 if什么 逻辑判断 所以我要 用那个 left 左边取出一个字 第一个字 好 所以就left left什么呢 一撇 我是不是要找 居住县市 居住县市 打到这边 if 左刮符 然后输入 l1 然后又找出这个 left 接下来 然后自己手动打 呢 一撇 一撇在enter的左边 一撇 这边我们看到 这个 第二组跟格热 一组 98年起 每日 确定定力统计 的居住县市 好 cap 逗号 我要取一个字 取一个字 然后又刮符 这left 来写完 你看 我这右挖符 是不是对称到 左边这个 左挖符 然后接下来呢 因为我这是判断式 判断式是要写 等于 小写的台 所以等于 小写的台 逗号 我的这个 逻辑 比 对 逻辑 检查 值 是 什么 好 可以哦 那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算出来了 那 如果它真的是 小写的台 我是不是要去做转换 所以 所以就用大写的台 两撇 大写的台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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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join的意思 我再告诉各位 我再告诉各位 a加b a加b等于什么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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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b 等于ab 有听懂 有听懂吗 这就是文字的运算 而且只能这样做 可以吗 例如说 例如说 a a加b bb a如果它是文字 bbb也是文字 对不对 不是变数 这个时候 a加b b 在python里面 它的处理方式就变成 a b bbb 有听懂这个意思 它就是and的意思 好 真的 有机会 还是要学一下python 就算你不会python 没有关系 你只要会取别人的code 什么叫取别人的code 例如说 我有一个课程叫做 用python来去捞资料 现在新闻都已经 被某一个党买走了 那个电视台 所以都不要听 我们干脆自己算 自己看 看你想要看哪一个候选人的资料 你去抓 干脆自己来做这件事情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好 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 这个and知道 抬什么呢 好 right 右边取出两个字 当然也是居住现市楼 居住现市 用一撇呼叫出来 呼叫出来 栏位名称 type件 右边取出几个字 两个字把它接在一起 例如说 北市 对不对 要接那个大写的台 然后把它接在一起 好 逗号 两个字 右瓜湖 逗号 那如果不成立的时候 像例如说高雄市 嘉义市 基隆市 新北市 这些都是不成立的时候 就是这个东西 它第一个字都不是台 对不对 所以 接下来 我们就直接放 原本是什么 就放什么 好 所以一撇 去呼叫 居住现市 type件 右瓜湖 终于算完了 可是我真的要告诉你 我现在只是在写一个 一个 if 就这样子而已 可以吗 你们真的会写if 在这个地方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真的 这跟以色谣的if的用法 根本就是一模一样 那你刚刚说上一节课 calculate 对 以色谣没有 可是他其实就是在做 很多层的筛选 好 那边是还蛮好用的 然后他叫智慧寒助 那这边我们就直接按一下inter 我们去看最右边 是不是就多出来了 居住现市2 然后你拉到三分之二处 这边是不是看到 全部都改成大写的谈了 大写的谈 那因为台南市还蛮多的 那台北市跟台中市不太多 所以你大概拉到三分之二处了 你就会看到台 注意哦 就是这个 这个内容 他其实真的说穿了 他就是用衣服来去写的一个小城市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做什么事情 接下来 我们是不是要把居住县市2 跟居住乡镇把他黏在一起 因为 因为这边 因为这个地方的区域别 它是黏在一起的 例如说 新北市返桥区 所以我是不是要把那个居住县市2 跟居住乡镇黏在一起 好 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 请问是要用新增量值 还是新增资料行 来去创造居住县市2 居住乡镇 新增资料行 可以吗 我希望不是因为我游标放在新增资料行 才说新增资料行 好 因为我每一个我都要存 都要产生 所以它这边就变成一整行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把这个资料行 资料行叫做居住县市2 居住乡镇 然后接下来等于什么 很简单 就是刚刚不是写了一个居住县市2吗 所以用一撇找到居住县市2 所以用一撇找到居住县市2 TAP键 TAP键就整个把它取用上去了 我都在用键盘打字 end end知道吗 end 黏什么东西 居住县镇 居住县镇就用一撇去叫出来居住县镇 来一撇 居住县镇 在居住县市2的下一个 TAP键 enter 这样我们就产生了居住县市2 居住县镇 可以吗 在这个资料里面 你有没有发现高雄市三明区 它出现好多 那这个是登格热资料 这是多 没有问题 那另外一个地方 另外一个地方 内政部人口统计 它是什么 它是高雄市三明区 它只会出现一个 好 这点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好 接下来我是不是要设关联了 接下来我们来设关联 关联怎么做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模型 请点它 然后 然后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区域别 拖曳到 拖曳到这个居住县市2 居住县镇 居住县市2 居住县镇 把这个居住县市2 居住县镇 拖曳到区域别 放开 它就是好关联了 一样一样 一样一样 随便 你高兴就好了 不要拖曳到那个居住县市2 因为这边叫区域别 这边叫居住县市2 居住县镇 你要拖曳到正确的哦 那怎么样检查是正确 有标放在这个地方 有标放在线上 你就可以看到正确了 你还要收工回家啦 没电了 没电了 好 这故事告诉我们说 MAC还是比较好 但是MAC没有Power BI 好 继续 因为还有我们学校比较特殊一点 我们是学校单位 所以你们都有Office 365 所以我很希望能够教你们 那个发布这件事 所以下次我们还要 大家互相扫描 加入一个群组 然后我们可以来去看 大家做出来的层面 好 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哦 所以如果你有那个平板 如果你有平板 或者是你有手机 你要特别装一个叫做 Power BI的Mobile版本